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奇亚的K2 13年6月份登机 行驶里程12万多一点 价格只有3万56万 非常便宜 奇亚车的产品力确实不如日德系 但是它胜在价格便宜 这车的配置也够用 1.4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自动挡的变速箱 ABS EVD双安全气囊 车主自己还加装了DVD导航和道顺影像 基本你要的都有 确实是耐久性 保值率不如日德系 但是就是因为它的二手车卖的便宜 像这个年线的V10 13年要比它至少要多卖1万块钱 练手的车 K2也算是比较常见 13年的款也不算过时 维修位价相对来说也比较好整 也不贵 这台车本身也有刮碰 也不在乎再继续刮碰 所以新手练车过渡 用这样小车挺好 3万5 6 将来再卖也舍不了多少钱 感谢你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这台奇亚K2是纯黑内饰 大家看一眼 配置它是1.4自动标配的 相对比较简单 前门的电动窗 后门应该是手动的 车主自己升级为电动 开关在这 然后大灯高矮可调 双安全气囊 ABS EVD 这车没有ESP 但是说句实话 我们以前开的车连ABS也没有 所以在层里用倒不是什么要命的问题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呢 车主自己升级了大屏的导航和倒车影像 这对新手来说确实是挺管用 空调助力基本都有 车子的成色不错 车主自己包了真皮座椅 带打孔工业 品质还可以 大脚 这车家用型 拉4个人没问题 拉5个人略显拥挤 车体不大 拐弯墨脚非常灵巧 方向也很轻 发动机是1.4 自吸4缸的 变速箱是4速的CAT的 都是比较成熟可靠的东西 现在的这些东西 动力种成 自然吸吸发动机挺靠谱 有两个外接的接口 车主自己这个地方进行了升级 可以看一下取电口有好多 储物空间相对来说也比较丰富 没有天窗 原车的部座已经升级为皮座 车况外观多处刮碰 不轻 作为练手车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感情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 K2的后排空间只能说是够用 西部空间一拳零三指 头部空间大概有一拳 坐两个人没问题 坐三个人空间不是很宽敞 车主自己加了这个扶手箱 有杯座 发挤卡槽 K2是奇亚千里马的后裔 和现在的瑞纳基本上都是同级车 也是同一平台 同一发动机电速箱 所以这车的微修备件很便宜 空间对家用车来说是属于够用的 价格便宜 量也足 将来再卖也一共舍不了多少钱 K2的虎啸式前脸是奇亚的家族式的设计 尾灯也算现在看不算太过实 原车带道车雷达 车主自己升级了道车影像 行李箱的容积 我们来看一眼 不算很大 应该是将近400升的样子 也比较平整 应付个正常的迎来送往 拉点行李什么的 应该是够用 价格便宜量有足 三万多块钱 三万五六 买一台练手代步的自动挡小车 奇亚K2 你可以考虑 这个车 动力种程和自锡的发动机 自动挡的变速箱都很可靠 价也很便宜 练手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 好 这台13年的奇亚K2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如果大家对这台小型的练手车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言 奇亚K2 我们会有更多这台车的资讯为您推送 请大家关注我们吧 感谢观看